要上高中之前 能國中之前 根本就是跟媽媽水火不容 她每天逼我啊 她只看成績啊 她罷不得我 我就死在學校好了 我說妳媽媽應該沒有這麼惡毒吧 阿姨 妳不知道 我媽媽是雙面人 她就是巫婆 我就說因為妳會交男女朋友啊 那一個女生就拿皮夾出來 她跟男朋友兩個人上半身全裸 面對面貼著 側面照 就是我就看她的手機跟簡訊 我看一則簡訊讓我嚇一跳耶 我要進去洗澡囉 不聊囉 但是妳不要 妳不要偷看我喔 後面寫說 世上最壞的 世上最壞的女僕 結果那次我們就打起來了 我妹妹發生一件事情就是 她上班上了一半 會要回去拿東西 然後後來她發現家裡被反鎖 警衛說 昨天晚上兩點鐘有一個男生 是你女兒把他帶上去的 現在小孩開房又叛逆 做爸媽的到底該怎麼辦 今晚和專家一起來討論喔 請問答題問題 請問幫你抓問題 很多父母抓一個問題 就是青少年的問題 我有一個朋友說過一句名言 他說 十二歲以前的孩子 那真是天使啊 十二歲以後她被魔鬼了 因為她開始進入到青春期 各式各樣的問題都會來了 她的生理出了反應 這個變化 然後她的心理上 會把你硬碎硬打 會頂撞 那體力也變強了 她可能跟你打架 我真的聽過孩子跟父母打架的事情 就各式各樣的麻煩都會來 這時候的父母親就頭冒在生 是我們自己做得不夠好 還是這時候的孩子需要一些特別的對待 跟學習如何和她相處 我們就要跟一些來賓專家聊 新智發展中心執行長徐振典 成功輔導過無數個叛逆青少年 他是如何走進他們的內心呢 兼任生命教育輔導長的Juby 認為叛逆期的小孩 又要另外培養他們的性質 今天聽她來分享囉 在補習班任教的董澤 遇過各種正職叛逆期的青少年 甚至發現學生尺度超大 來聽聽看她怎麼說 資深媒體員阿娥 發現才小六的女兒 竟然跟班上一群女生和班上同學 在廁所對職 怎麼會這樣呢 航空培訓專家劉萍 有個就讀高一的兒子 當發現兒子跟女友的親密見訊時 她竟然回傳給女方 到底怎麼回事呢 青少年的問題真的很多 而且很多青少年在這段時間 她特別覺得孤獨 而且覺得好像爸媽並不關心她 就那個衝突特別多 有時候我們聽到那種 各式各樣不管是自己 或者親戚朋友 的這種小孩子在青少期 叛逆的那個事件 你真的有時候聽到會令人髮指 來各位講一下 你聽過讓你印象最深刻的 哇 你知道 那個我曾經親自輔導一位 很可愛的女生 那我第一眼看到這女生的時候 其實我看得出來 她是一個質感不錯的 然後一問之下才知道說 原來爸爸媽媽都還是老師 在學校都還是老師 所以這樣聽起來覺得 那個家教 家庭教育應該是不錯的 那平常看起來 這個女孩子也沒有什麼 特殊的變化 也不會覺得 她特別的什麼叛逆啊 什麼都沒有 什麼龐克頭啊什麼 完全沒有乖乖 從外表判斷 就是乖乖的一個小女孩 然後呢 父母親說什麼 然後功課也是 還不錯 就是都能夠維持在中上 然後能夠達到 父母親的要求 直到有一天 這個父親呢 接到一通電話 是警察局來的電話 然後說 請問某某某 請問你是某某某的家長嗎 她說是啊 我這裡是哪裡哪裡分局 請你來這個警察局一趟 然後她一聽 幹什麼 什麼事啊 跟我女兒什麼事 她說 你女兒現在在警察局 幹嘛 她簡直不敢相信 然後呢 原來她 飛奔去警察局 一聽才知道說 原來她女兒翹課 翹課跟一群的 就是同學 那一群同學當中 有人在書店裡面 就偷東西 就順手牽羊 那他們其他人 就變得好像 你們同活把風的 結果呢 那個爸爸完全 去到警察傻眼 他說不可能 我女兒不可能這樣做 我女兒在學校品學兼優 我女兒在家裡面 你知道她多乖嗎 她不可能 她一定是交到壞同學 可是事實上 那個整個由來是怎麼樣 那個由來就是說 因為爸爸媽媽 她一直以來 就要求她的功課 你只要功課做得好 那其他的 我們都可以OK 都可以沒有問題 反正你只要功課 閉一隻眼閉一隻眼就行了 對… 所以以至於說 她有時候有一些 情感上的問題 有一些情緒上的問題 她希望有人 給她溫暖 給她關愛 在愛裡面 她沒有得到滿足 結果呢 於是呢 她就找同儕去訴苦 那你知道 兩三個同學講著講 你媽這樣子還不錯 我媽怎麼樣… 結果就彼此 就這樣慢慢… 同儕之間在一起 混熟了之後 一群人就會有很多的把戲出現 可是你知道 這個爸爸完全傻眼 因為她這個女兒 沒想到在學校 居然還被迫 一定要參加戒菸班 她一起抽菸啊 抽菸 可是這些種種 她的爸爸媽媽都不在國裡 都不知道 原因是什麼 她只要把功課做好 這樣就好了 但是其實做功課做好 對她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所以她需要出口就對了 沒錯 沒錯 這種兩面人 這個董老師 你這個補教界 基本上 這就是小魔王 因為我發現 我自己所經歷到的 歸納一下 孩子會有叛逆 或是做出一些 讓我們大人無法置信 或是覺得 不可理喻的事情的時候 一般都是 這三種家庭比較容易發生 跟有家庭的話就是 父母感情不好 常爭吵 遇到問題 他們先退卸責任 都是你們要把孩子交好 都是你就去外面賺錢 不理孩子 那孩子這樣看 看到反正我是多餘的 你們有問題 不幫我解決 我成為你們的 對 你們都退卸責任 對 你們這樣的話 根本不重視我 或者你們重視自己的面子 所以父母感情不好 或是分居 或是離婚 單一家庭的話 第一個孩子 會比較容易發生出問題 第二個來講的話 是父母親要求太高 很嚴厲 就是幹嘛 從小時候高壓式 全威式的 那小孩子小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去能 用能力去抵抗 他只能逆來順受 可是他會在心中累積 一種幹嘛不滿 一種憤怒 一種幹嘛呢 抱怨 在心中累積 累積到高中的時候 剛好是一個能力 可以去突破的 所以你看過那種 真的很叛逆的小孩嗎 很叛逆的孩子的話 他們在補習班 對老師都是很禮貌的 因為可能他們覺得說 不會自己堅持喔 對 不會 沒有做經驗 來來 我這裡看 對啊 堅持得到這裡 因為我們自己當然會跟孩子 有一套互動方式 可是他會頂嘴啊 頂嘴的話其實還有 因為我們都同理心 我覺得很多父母親 他們先否定孩子 一說什麼馬上就說 不對 你不這樣子的 一否定幾次之後 孩子就不想跟你說了嘛 我們都會聽 聽完說 你說得有道理 很棒 但是老師可能立場跟你不一樣 老師是想法這樣子 老是給你知道一下 所以我們先是接受他 先肯定他 然後我再說出我的想法 說我們溝通一下嘛 當朋友啊 所以就比較不會有頂嘴 或是對象的情形 我們其實聽了很多 國中高中就是 荷爾蒙作祟啊 一定會很叛逆啊 荷爾蒙但是你吃啊 我們已經割在蛋了 已經割在蛋了 那其實這個都不是等到 那個時候發生的時候 你去看到這個問題 像我們家小朋友 小四小六了 各位 現在小孩很早熟 是的 小六你就要注意一下了 注意什麼呢 上個學期 我就被小朋友嚇到了 為什麼 我們幾個媽媽 大家都感情很好 常常會約了一起吃飯 大夥聊聊 那今天就說好了 小孩不要帶來喔 因為我們這樣比較能夠了解 小孩子在家裡 講小孩壞話 對… 就像我們一起女人約了 來罵老公一樣的意思 沒有啦 其實我們是正面看待的 但是我就意外的聽到說 我們小朋友班上 很糟糕